大家好我是小音 今天我們用紅薯粉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300克紅薯粉 再加入400毫升清水 然後用筷子順著一個方向攪拌 攪拌至紅薯粉完全融化 像這樣就可以了 熱鍋放油 油熱之後倒入紅薯粉漿 然後用鏟子輕輕推動 防止黏鍋 小火慢慢煎 煎至兩面凝固 煎至完全熟透 表面微微鼓起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取出來 放到案板上切成大塊 切的時候 倒讓上抹點油 這樣不會粘連 切成大一點的塊 像這樣就可以了 切好之後裝入盤中備用 再來準備一點配菜 青椒切成青椒圈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再準備三磅大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蒜末 裝入碗中備用 再準備三磅大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蒜末 然後完全變白 再加入乾辣椒和麻椒 一勺豆瓣醬 再把蒜末也加進來 翻炒出香味 並且炒出紅油 然後把紅薯粉也加進來 翻炒一分鐘 然後加一勺生抽 一勺橙醋 一小勺鹽 一勺雞精 再加熱一碗清水 沒過紅薯粉 煮開之後 把青紅椒也加進來 翻拌均勻 美味的紅薯圓子 就做好啦 它的口感 軟糯Q糖 麻辣又鮮香 吃上一口就停不下來 更不用說開胃又下飯了 個人感覺比豬蹄筋還要好吃 成本不到10塊錢 吃起來比紅燒肉還香 做法也不難 如果你喜歡 趕快收藏起來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 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